十五岛狐村散,强岛众人推,这一天最终还是来了 节奏生物再来,死不再去,大家好,我是老神 最近有一件在一周多以前悄悄明明进行的事情 突然间被曝光在光天花日之下 贼心不死的Sweet Baby打算和鲍威尔集团合作推进觉醒一程 这个合作确定的消息是鲍威尔集团在一篇帖子上提及的 在帖子里他大言不惨的说 这种合作形式能够让开发者接触到更多的受众,讲述更新的故事 通过更具包容性的故事讲述来吸引更广泛的玩家 鲍威尔我就问一句,你的良心不会患之痛吗? 你看看那些被Sweet Baby祸祸的游戏 你再看看被你们恶心的千创百口的玩家 你肚心放屁,你怎么想的呀 当然鉴于Sweet Baby本身也是咨询公司 鲍威尔也是咨询公司 双方抽味相投,也算是未经常经理所双向奔赴了 那么这个鲍威尔集团是干嘛的呢? 它是一个大型的游戏咨询公司 它的业务非常广泛 你想做游戏,你想找人出版,你想搞代理 你想进行市场调研,你想收购游戏IP 它差不多都能说上话 你可以理解为大型中介什么都干 如果Sweet Baby和他的合作真的达成 那么手握800多名投资者 跟500多家出版商名单的鲍威尔集团 一定是Sweet Baby无孔不入广泛撒网重点捕捞的强大助力 这个事儿在当地时间10月1号被爆 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对声浪 按照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 玩家反对有什么用啊? 大型公司还不是一一孤行吗? 这个事儿最后肯定不了了之了吧 然而在当地时间11月4号 鲍威尔集团突然间和Sweet Baby进行了切割 删除了合作的帖子 删除了网站里的挥标 包括之前专门设立的和Sweet Baby单独的合作面 也已经找不到了 这种突然的切割行为没有进行官方的宣告 但整个过程都被劳哥们尽数截取 虽然我们到现在为止并不清楚 他们是真的断绝的关系 还是鲍威尔打算隐藏他和Sweet Baby的关系 但无论怎样 这明面上的合作肯定是没法继续了 好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偏偏是11月4号呢? 那么喜欢网上冲浪的各位应该记得 11月4号前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儿? 是什么事情导致这些DI部门和这些想和DI部门合作的部门 突然间浸入寒缠 在两天之后 Sweet Baby的前员工跳出来力挺Sweet Baby说 Sweet Baby依然还在加倍努力实现觉醒异常 他们不会阻止我们 觉醒异常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如果有可能 我将立即返回Sweet Baby进行工作 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前员工在对Sweet Baby表中心 但仔细想想 这不就是踩了老东家一脚吗? 大家都在反DI反Sweet Baby时 你跳来说他不会死 这不经典创的号召大家往死里踩防止复活吗? 而如果联系到10月4日前后发生的事儿 大家应该还记得某人旗帜鲜明的反DI演讲 只要他上台就不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再搞什么所谓的多元平等包容 没有那些个美国时间去搞什么GBT了 我们来直接手撕死Wate Baby吧 而在大选之后也有很多LGBT社区和LGBT人士 对自己接下来可能会有的遭遇感到担忧 讲道理你是该担忧一下 当然光空虎无凭没什么说服力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公司里可能发生了什么 大家在我之前的节目中可能看到了很多游戏都被DI所影响 那么其中也不乏一些大作 比如使命之后和黑色行动6 还有预避的一些作品 万代男朋友也没跑了 那么大选之后 这些个游戏公司内部的DI部门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开发人员在大选后崩溃了 大约一半的办公室的人员都失去了理智 他们开始哭泣 开始惊慌失措 开始早退 跨性美展正在讨论购买枪支 人们在分享危机支援热线的电话号码 完全是一片混乱 以上叙述暂时被认为是谣言 尽管没事垂 但玩家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玩家们的冷嘲热讽也跟上了 严格来讲 这些个员工的行为模式和情绪表达 他其实是大选之后游戏行业内部现状的一个缩影 咱先不管事情本身真的假的 但是他们的反应非常符合 我对这些跟DI沾边的刻板印象 敏感傲慢 目中无人 高举大旗掩饰 不干人事 东窗事发立刻情绪崩溃 六神无主要死要活 完全失去理性判断能力 想要脱空的想法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即将失去的特权和马上就来的清算 束手无策 究其根本来说还是没啥能耐吃太饱 出点啥事就想跑 本以为铁桶江山万年不倒 大萌出影才知躲不过电炮飞脚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老话说的是真好 过来看起的老哥们也表示 我会立即解雇任何哭泣的人 情绪不稳定是不行的 一群巨英 夸行为者在讨论买枪 我希望他们不要靠近学校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游戏做的如此糟糕 这次选举也是游戏行业的胜利 是时候解雇DI部门了 与此同时在玉璧 那话都说到这的玉璧在干嘛呢 刺客信头影这边承认 玉璧注入DI正在损害整个游戏 但是却计划加倍投入 并且抨击了那些批评DI的人 就你还嫌股价不够低是吧 最近我也看到有些人在为玉璧鸣不平 我建议你省省吧 他不配 所以在这里我不禁要问 这些在游戏行业中的DI从业者们 你们为什么在害怕 你们在害怕什么 中国有句老鹤讲得好 那个中国有句老鹤讲得好 深正不怕影子歪 如果你们对自己抱有足够的自信 而且也一直认同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觉得一直以来的努力 是正义的 符合客观规律的 符合时代发展的 并且对整个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别人挑不出毛病的好事 你为什么如此惊恐 哭爹喊娘呢 难道你们是一群 不管他人如何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仗着少数指点多数 明月指导 实则破坏 嘴上主义洗礼生意 那是狗眼看人敌 小人长期期 大期中者几 表离不一话屁鬼 贪得无厌凑杂逼 道德高地 抢着战 没批应几只酸吸 自己想当月亮 你配备重型拱吗 你配几把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惑 明明手里拿着最爱的游戏 却无论如何无法 全身金的投入其中 经过本人研究 发现游戏声音有着很大的关系 现代人工作繁忙 玩游戏时也懒得戴耳机 这会极大的影响戴耳机 毕竟没声音 他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旧耳机 一直没舍得换 就比如我 音质很舒适感 也就跟不上时代 滋音乍卖 超级麻烦的外接声卡 让人身心俱疲 那么现在就是冲上潮流的好时机 漫步者G2 无线7.1版 满足你身灵其境的渴望 相较于G2本体 进行了全面升级 专业FPS调音 定制DSP声卡芯片 7.1环绕力提升 声音清晰度跟空间感 大幅提升 2000毫安大动力电池 持久耐用 新一代Flash Speed 闪连技术 稳定通透不掉线 灵感兼容低功耗 EQ调节虚拟器人的音效 可变声可自能益 高敏全直相麦克免去 AI降噪收音更清晰 主玩大型3A 大型阿满某 以及快捷造FPS 无论跑脱打怪还是过剧型 都能够享受极致音效 体验带来的震撼与沉浸 完美音效 给力续航 高度EQ自能益 让你玩赚12 开心游戏 当然这时你不仅也问 那穿宝都上台了 游戏行业会变得更好吗 那么接下来是个人观点 大家兼听则明 首先在早期 这些个DI可能会进行 一定程度的反扑 当然这种反扑 未必是主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多数形容之下 一款游戏 它的制作周期 可能是两到四年 花多少钱就不一定了 反正多的有四亿刀 今年1224年 你往回推两到四年 你会发现那个时间点 正好是DI闹得最狠的时候 你可以把美墨2 拿了TGA年度最佳游戏 当做一个节点来看待 所以这些公司 如果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立项的话 那么按照时间往后推算 此时此刻 以及以此时此刻 前后为一个周期之内 正好是DI游戏做完了 并且大规模出版的时候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最近DI作品 如井喷一般涌现 那2020年 2023年才立项的呢 你让它改 也不一定很好改 而那些坚定的路线 没有被带偏的游戏 此时就出了乱家的宠儿 比如说星刃 比如说战锤 所以我个人预测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之内 这可能是一个 正常游戏的空窗期 而那些来宾修改 赶压的商家的 被DI影响颇深的游戏 也会在这段时间里 慢慢的出版 那玩家怎么办呢 玩家一定会用脚投票 这些DI游戏 会迎来最后的疯狂 然后被投资者 玩家和哈耶克的大手 摁在地上狠狠碾碎 你说是阵痛吗 它是 你说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 尤其是对于咱们 国内的游戏行业来说 这个空窗期 正好是游戏出海的好机会 咱之前不说了吗 一个黑神话 把他们搅成重要 那是因为他们不习惯 赶紧趁此机会 抢占市场 让他们习惯习惯 所以咱那些IP哈 快利物得卡哈 就往前整 让国外老哥 习惯咱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让那些看不惯的媒体 眼睛上翻舌头 在土梁手比威 同时还有一些 怀吹梦想的工作室 或者独立游戏制作人 他们可能会以某种形式 被咱们拉拢 毕竟他们也需要一个 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空间 那么川宝上台之后 是否真的会把DI 连根拔起呢 首先各位 你不要看他怎么说 你要看他怎么做 DI这个东西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还会如影随形 究其根本的话 是因为DI它是一种工具 这种工具的根本目的是 通过身份证制 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纵向切割 并不是游戏里没了 它就不存在了 而是最近这几年 它恰好渗透到了游戏这边 这种纵切 会让人们忽视社会 本来的横切状态 也就是阶级去世 说白了 其实也就是在转移主要矛盾 就比如说 你反对游戏里边有DI 那猫就给你扣帽子 你是不是反对LGBT 但其实DI之所以 发达的根本问题 在一起背后的资本 而他们在转移什么视线 又希望DI的影响 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又或者是想挑唆 什么矛盾从中余力 或者想搞乱一些什么东西 相信各位都是有所耳闻的 所以咱单就欧美这些大厂 以及个别日常的现状来说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 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里 DI依然还是会存在的 只不过它可能藏在某个角落 或者暗戳戳的恶心你 他们可能会选择等待一个时机 重新为了利益 去抢占道德制高点 而对于我们玩家来说 我们该怎么做呢 擦亮双眼 管好钱包 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我们就是该用脚投票 我们手里的钱 就是我们的票 我们要团结 所有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去维护我们心爱的游戏 这会是一次相当持久的战斗 DI的告急跟遭受重创 也不是这漫长斗争中的 一个小小节点 所以各位打起精神 好戏还在后边 至于这行将究目的DI 咱就记住 不贪财 少数于他何干 不图力 呐喊终归沉寂 不作怪如何浑水摸鱼 不揽拳 话语悄无声息 穿个锦段华服 衣冠禽兽兽 举着烈烈大旗 为虎作伤 疏忽晴天大望 迎头痛打 陡然云开见日 原形必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